彰化現袁警在巡邏的時候 看到一輛造車懸掛著張車的車牌 正打算要上前藍茶 結果車內駕駛卻加速逃逸 逃了大約17.4公里之後 因為自撞電線桿而停下 袁警察發現他是一名通氣犯 也在車上搜出了兩包海洛英 訊後也一竊道跟讀平等最嫌 將他移送法辦 掛著失竊車牌自小客車 拒絕配合藍茶還加速逃逸 袁警立刻通知警网 保持適當的距離跟在後方 我們到先不要來 那這樣應該可以到 我們從那個另外一邊進去 電影情節真實上演 講話駕駛沿途狂奔 原本袁警準備和支援警力 來個前後包夾 沒想到嫌犯逃了約17.4公里 自撞電竿 整個車頭都撞爛 來 拍個頭 拍來 拍來 兩名袁警何立將輕微 擦錯上的男子壓制在地 警察身份還是一名違反 要事法通緝犯 15號凌晨居然還敢開著 掛著失竊車牌車輛 在馬路上啪啪噪 碰到警方攔查 才會心虛假速逃 該車發現巡邏車後立即逃逸 經追氣至側方向 三角路三段601項道路 該車因失控自撞電桿 遭警查獲 警方還從他車內搜出 一級毒品海洛鷹兩包約19.2公克 訊後易毒品和竊盜等罪嫌 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而整個追捕過程 也沒有波及到其他用路人 平安落幕 記得按讚 總共報導 好